在教材的製作上 OneNote 與 Google 雲端硬碟做了很棒的整合 可以讓您建立網頁單元的教材更加方便 首先請至右上角 選按管理雲端服務 按下設定 輸入您的 Google 帳號與密碼 允許 OneNote 取得以下的授權 這樣就設定完成了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如何透過新增網頁單元 來增加雲端硬碟上的教材 選按雲端硬碟的圖示 您可以在這裡直接選擇已經上傳至雲端硬碟上的檔案 也可以選擇從您電腦中將檔案上傳至雲端硬碟上再做分享 Google 雲端硬碟上能夠預覽的檔案類型都能在 OneNote 中正確顯示出來 包括大家最常使用的 Office 檔案 PDF 圖檔 這些都沒有問題 選好檔案之後 按下選取 OneNote 會自動截取檔案名稱 並將可以預覽的教材類型 直接顯示在以下的內容上 按下儲存 就能完成教材的新增 精彿 自動截取檔案名稱 一定為細心 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